上了年纪的男人 发现常常伴随着贫尿 或排尿困难的困扰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马头头前 流滴滴答答的很多 是不是来不及了 这些大家都会想 就是我们的社户县回答 所以大家根深地固都会想 社户县回答就是我们的 中老年人 好像没法逃避的宿命 既然是逃不过的宿命 先来了解社户县肥大 有哪些实际症状 可以从七个向尿路症状来判定 那就是贫尿 急尿 厌尿 排尿困难或迟缓 或尿流细小 常常觉得尿不干净 这些有的都要去转 这些不逆药科医师 我们才有当心当病 才有当心当病 才有当心当病 随着年龄的增长 男性荷尔蒙产生变化 良性纤维流增生 造成社户县肥大 年纪越大会越来越严重 不过现代药物十分进步 百分之九十的患者 可以得到良好控制 那当然还是百分之九十都不错 那就代表还有百分之十的病人 可能会需要进展到手术 服药如果效果不佳 代表社户县肥大太严重 或是完全尿不出来 甚至影响到膀胱或肾脏功能 这时候就要进行手术 而药物副作用 无法忍受的时候 也可以选择动手术 有可能像膀胱结石 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其实就可以把它尿出来 但是今天既然没有办法 把它尿出来 就代表我们膀胱出口 被阻塞住了 就是像我们摄物线 北达这个原因 所以这种状况 就是也是需要开刀 如果不想开刀 也不想成为药罐子 那么预防保健 就要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饮食方面 要避免吃到 利尿作用的食物 社户腺肥大 是一种慢性病 因此有着适度的运动 排便要通畅 维持理想体重也是重点 可以多吃一些纤维类的食品 然后抗氧化的食品 那就预防老化 那含心的一些食物 然后因为社户腺 它是负含心的一个器官 那所以像一些蓝瓜籽 或茄红素 那这个东西 大概对摄护腺的保养 是有帮助 医师也表示 若早期发现 摄护腺肥大 务必要早期治疗 避免膀胱功能退化 也能避免手术 台湾是高龄社会 这样的疾病十分常见 千万别疏忽 以免严重影响 生活品质